2016年6月5日 一系大众奥迪主办的 2016奥迪青少年 被巴塞罗那俱乐部 交流体验之旅选拔赛 总决赛在北京朝阳体育中心举行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 南部区代表队脱颖而出 获得冠军 将开启巴塞罗那交流体验之旅 作为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推动者 一系大众奥迪 为中国青少年足球爱好者 提供了海外豪门俱乐部 学习交流体验的机会 以实际行动 助力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 为了让更多的小球员 学习到豪门俱乐部的清训经验 一系大众奥迪 还在比赛的同时安排了清训赢 并邀请巴塞罗那传奇球星 何赛巴克罗先生 对40位中国小球员进行训练 何赛巴克罗先生 是巴塞罗那孟一队的主力球员 帮助球队获得四次西甲联赛冠军 和一次欧洲冠军杯冠军 巴塞罗那俱乐部 是21世纪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 其清训体系 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清训体系之一 在一系大众奥迪清训营现场 何赛巴克罗先生 亲自向中国小球员示范动作要领 指导小球员进行传接球练习 随后进行了分组战术演练 两个小时的训练课程紧张而有序 小球员们从中充分学习了先进的足球知识 作为最具运动精神的高导制品牌 奥迪一直都是足球运动的鼎力支持者 拥有全球最顶级的足球资源 一系大众奥迪更是不遗余力地 支持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 2015年一系大众奥迪 将德国足球轻训的先进经验带到了中国 还将中国小学员带到德国实地学习 为推动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 提供了最有意义的帮助与支持者 2016年一系大众奥迪先生与拜仁携手 举办了青少年杯比赛和轻训交流活动 随后又组织了此次足球豪门俱乐部 交流体验之旅的系列活动 为中国青少年足球爱好者 提供了出国交流的机会 为推动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 再一次做出了有意义的试试 不留汽车 北京报道